全红蝉因伤继续高挂冕战牌 由于全红蝉受伤病困扰 无法完成测验 她与陈玉琪这对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新组合 只能推迟到本月下旬进行的事情 在选拔中才能亮相 从他们的个人实力上面来讲的话呢 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但是从双人组合上面来讲的话呢 现在还欠缺一点 所以需要时间 可能要这一年里面还得不停地磨练比赛 加训练系统的磨练一段时间 4月3日 样式舞频道又报道了全红蝉的新闻 因为受伤她无法参加队内测验 看得观众好担忧 也不知红姐的伤到底严不严重 不过她本人拥有大心脏 在旁观赛看到有镜头拍自己 秒断着镜头开心打招呼 表情磨性搞笑 而且这一次红姐还换了个发型 蘑菇头看着十分乖巧 粉丝都被她们坏了心 红姐终究还是没人逃过伤病的困扰 希望是小生病 毕竟红姐年纪还小 露还很长 看红姐的可爱笑容 大概率问题不大 另外全红蝉与陈玉希搭档双人跳 倒是十分令人惊喜 二人的水平都很强 领对周济红说得很重肯 二人实力虽然都很强 但是双人跳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做到 动作的整齐划意 需要双方相互习惯和磨合 二人初次搭档 小编倒是希望赶紧看到二人出镜 快了就是月底 那么现在两小只训练情况怎么样了呢 目前的双人情况的话 可能还是在一个磨合阶段 因为重新组合之后的这个 从技术的结构啊 和双人的同步啊 各个方面可能要花一个较长的时间吧 小编等得起 加油全红蝉 加油陈玉希 看好你们 让我想起了跳水女王郭晶晶 不管是登人跳还是双人跳 都是顶尖水平 希望蝉宝能向郭晶晶看齐 加油上年 我们就祝他早日伤好 然后在比赛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全红蝉因伤继续高挂冕战牌 由于全红蝉受伤病困扰 无法完成测验 他与陈玉希这对女子双人试米台的新组合 只能推迟到本月下旬进行的市井赛选拔中才能亮相 从他们的个人实力上面来讲的话呢 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但是从双人组合上面来讲的话呢 现在还欠缺一点 所以需要时间 可能要这一年里面还得不停的磨练 比赛加训练系统的磨练一段时间 目前的双人情况的话 可能还是在一个磨合阶段 因为重新组合之后的 这个从技术的结构啊 和双人的同步啊 各个方面可能要花一个较长的时间 也要么 感谢观看